大家好,欢迎收看时代电影到世界,今天为你带来精彩视频,2022央视六台新年音乐会录制,周深现场彩排曝光,张艺兴,王家二,阿云嘎,玉可为,万倩,胡夏等人加盟, 网友最期待,距离2021年结束还有10天,各大卫视跨年演唱会都在积极准备中,但2022年跨年演唱会与往年不同,直到现在除过江苏卫视之外,其他各大卫视都没有官宣嘉宾阵容,这与今年娱乐圈各大明星频繁翻车也有一定关系,王力宏已经被两台跨年晚会取消的节目, 在今天,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2020新年音乐会杨帆远航大湾区,官宣了2022年大湾区音乐会主舞台的造型,从舞台造型来看,充满了科技感,可以说是无数艺人想登上这个舞台, 但作为央视,不到最后一刻,肯定不会官宣嘉宾阵容,不过嘉宾早也邀请,所以知情人士也透露出了部分嘉宾阵容名单,目前被爆料出来的嘉宾有张艺兴,王家尔,周深,阿云嘎,玉可为,万茜,胡夏等人,这份名单可以看出都是目前非常受欢迎的歌手,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周深, 周深作为目前最受欢迎的年轻歌手,他从今年的跨年演唱会,春晚,到最后的各大晚会,他基本上是参加了今年的所有央视晚会,值得一提的是,2021年跨年演唱会,他出现在四台跨年演唱会中,而在即将到来的2022年跨年演唱会中,目前江苏卫视已经官宣,在首批官宣阵容中就有周深,可以说, 在十天之后呢,2022年跨年演唱会当中,周深将再次出现在多个跨年演唱会中,由于疫情影响,近两年跨年演唱会都以录播形式进行,2022年的跨年演唱会,依然是会以录播形式进行,也就是说,2022年周深参加多台跨年演唱会,依然是可以的,而在知情人士透露,央视跨年演唱会会会有周深之后, 网友们也是纷纷表示,很期待就是周深。除此之外,根据央视跨年导演组透露,2022年的跨年音乐会,邀请到了深圳、广州、香港、澳门四地的四大交响乐团的近300位演奏者。 与此同时,还邀请了大湾区11座城市的近500人合唱团进行现场合唱,这样的阵容也只有央视能够做到,并且在今年各大明星翻车的情况下,邀请交响乐团和合唱团要比邀请很多明星的风险小很多。 那么,对于2022年的央视跨年音乐会,你最期待谁呢? 好了,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,更多精彩资讯尽在时代电影大世界,敬请关注。